面对在首都基库和其他地区持续展开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示威 乌克兰总统同意改组内阁并修改没多久前推出并引起强烈反对的反抗议游行法 上述由乌克兰政府方面做出的让步是在星期五对外公布 但是抗议示威民众似乎并不满意 上述提议公布数小时后 电视报道显示在乌克兰首都基库巨大火球亮点了夜空 目击者说被警方以大型拦截设施挡住的高度不满的抗议示威民众 将燃烧弹和石块投向警方 而警方則以催泪弹来回应 在这个之前抗议人士和警方之间的武力冲突 已经在星期较早时候暂停 双方表示暂时停火 在那个之前有至少三名和警方对峙的人士被打死 其中两名是被开枪打死的 乌克兰总统阿努科维奇和反对派之间的协商预计 将会持续到周末结束 星期六早间发生的冲突 将对于协商过程产生什么影响 目前还不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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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